沈侯的母亲侯叶珍 也就是深思集团的董事长 听说是一个善于观察 行事果断的女小人 如果换作我是她的话 在知道你跟沈侯的 这层关系之后 不仅不会对你多加照顾 反而会有更严苛的考量 我那天晚上就是喝多了 我想劝你 不要为了沈侯的事情郁闷啊 如果我知道是这样的情况 你就不告诉我了是吗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工作机会 是你自己争取的 也是你应得的 我就想亲近你报告你 我正式地通知你 你被开除了 陆总 我要求知道我被开除的原因 品行不断 怎么这样 怎么这么说 怎么这么说 好的 刘总 薄利是你的客户 我一定会让你的客户 冰之如归的 大家听我说 打仗的时候到了 英国薄利公司的客户 就要到了 这是一场硬仗 我们一定要拿下这个客户 签订这份合同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那谁 刘总不是说你英文很好吗 下午去接一下客户 这些客户很重要 一定要能逼福如归 好 好 你去哪儿啊 我去机场接人 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你部门不忙吗 哪是不忙 那不行 你回去上班 回去回去回去 晚上见 这些客户 等一下 等一下 接人怎么得 有个举牌的东西嘛 对吧 谢谢 人太多了 拜拜 好好工作啊 看什么看 мой说 flip in gel 喂 是要招待国外的客户吗 对 我刚才查了一下 那你给我推荐的这两个地方 都不太好订位置 也不好订票啊 很重要的客户吗 是的 你才刚进公司 就把这么重要的客户交给你啊 我就负责接待 毕竟接待也是拿下合同的第一步嘛 你们总共几个人 我们四个人 好 晚饭的话 我一会儿回给你 好 记住啊 你要掌握上海的吃喝玩乐 陪客户吃好喝好 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你心里一定要有银币 甚至银币 记住 不打没有把握的账 好的 谢谢 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觉得你 好像什么事情 都能搞得定一样 要真有那么神机就好了 陈总 怕我挂了 先忙了 好 再见 我现在讨论了 我们现在讨论了 陈总 我们现在讨论了 陈总 正面有二零五千里大量 这是陈 trends 两 contags 沿 Tibo山卫物 南方的尘米 威急 услов distinctive 它是上海的金融区 哇 它的風格很不同 它們是建築不同的 它們是名為 《國際建築物質的國際建築物質的 它們是歷史的歷史 和建築物質的建築物質 它們是建築物質的 它們是建築物質的 它們看起來很棒 每年新的新年 一陣燈是在這裡 Lily 什麼事? 我的心 我感觉我能做得很好 什么 我的天 莉莉 我有一个心理 请你来 来 拿这个 一个 我们去最近的国际医院 师傅 病人三十六岁 心脏病十八年 五年前刚刚做过心脏半膜修复手术 刚才在八点十五的时候 有心率过快 吃了宿家就今晚 现在情况有所怀疑 好的 我知道了 先去找护士办理手续 好 好 谢谢 我需要莉莉的护照 好 别担心 相信医院 好 是的 你好 谢谢 你好 五千七 谢谢 喂 莉莉的护照 快点 快点 全都已经完成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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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 莉莉的医院历史 你是我们的客人 所以我必须记住 你的医院历史 保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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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别担心 已经没事了 但是需要多休息 再住院观察一天吧 好的 好 好 谢谢您 来 你来的正好 你来的正好 刚才薄莉的跟文打了电话 要求你继续接待他们 这样 一会儿你去买树花 趁他们还对你有好感 把我们的设计稿带去 好好推荐一下 让他们尽快跟我们签合约 明白了吗 好 没问题 明白了还不快去 周总 这是昨天晚上的医药费 交给小肖财务会给你包 那这买花的钱 你真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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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能够设计 在这个设计上 下周末 你有什么想法 给这些设计 我希望这些设计 是更简单 更娩娩 与更娩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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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但是 对不起 这些设计 如果这些设计 没有改变任任何事 我们不能再继续 我们不能再继续 喂 朱总 设计稿送到了 还没有 那你还不快点去送 是这样的 朱总 我刚才在送设计稿的时候 无意间听到 伯利那边的对话 他们说 如果我们这次的设计稿 还是中国风设计的话 他们就不和我们再去运了 朱总啊 我知道这次的设计师是卓云 我这儿也有她的地址 如果我现在去拜访她 我请她再重新修改一下设计稿 可不可以 严小禅 你别胡闹了 下周就要续签会了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你觉得能修改得过来吗 而且卓云的脾气很怪 我们都搞不定 你觉得为什么你能搞定吗 不是 如果这样下去 他们不会跟我们再续约的 我现在趁还来得及 我去找卓云试试可以吗 行 你想去就去吧 但是我告诉你 以卓云的脾气 能跟我们公司合作到现在 已经是我们极力维护的结果 如果你这次搞砸了 你就别想在公司待下去了 直接给我滚蛋 你好 卓先生 你好 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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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孙跑哪儿去了 你好 您是卓云先生吗 你是 我是ZOE的国际贸易部工作人员 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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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先生 是这样的 您这次的设计稿呢 是要和英国博力公司一起联合制一 我知道您一直都是做的中国风元素的设计 而且在国内广收好评 大家都非常喜欢 但是这次博力公司呢 跟您的设计理念稍微有一点点出入 他们想要再偏国际化一些 所以我就过来找您看看能不能咱们从中间找个平衡点 想让我修改我的设计帮来是不是 不可以的 侯若珍一开始找我合作的时候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设计自主权是我的 你们修改一丝一毫我都不接受的 不可以接受的 可是 没什么事 你现在可以走了 我这儿很少来外人 只有你在这儿待时间长了 我怕惊吓着我的老孙 老孙 老孙跑哪儿去了 老孙 橱总 要不要走 您找我有事吗 秋远 你昨天 是不是自己去找周远了 但是卓先生 他还是没有同意修改设计稿 我打算今天再去一次 你可千万别 你知不知道今天早上 卓妍直接给公司打电话 专门投诉你 投诉啊 为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因为你把她家猫给吓丢了 林小晨啊 你刚来公司 还不了解情况 这个卓妍 几年前老婆突然去世了 只留下一只养了十几年的老猫 她叫老孙 她和她老婆这么多年没有要孩子 这几年一直是这只老猫 陪着她生活 这几乎算是她唯一的伴 结果你这委屈 你把猫给吓着了 从你走后 猫就找不见了 跑堆了 我昨天去的时候确实是有一只猫 但是 还看见我 它就跑了 我以为它是跑 躲起来了 这下好了 别说修改设计稿了 人家不直接跟我们解约就不错了 杨晓晨 我说过什么你还记得吗 如果你这次搞砸了 你就别想在公司打下去了 直接给我滚蛋 对不起 刘总 对不起 朱总 我知道这次是我做错了 再给我一些机会 我尽力去挽回好吗 你怎么挽回啊 你还嫌自己惹事不够大吗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还能再做什么 比这个更糟糕的事吗 晓晓 知道啊 对待新人 我们应该宽容一些 你说他这附近真的能找到那只猫吗 刘总说卓元养那只猫养了十几年 一只老猫 还肯定很练家 不会走远的吧 练家为什么还要偷跑啊 你说他是不是发情了 公的母的 我刚才就应该在买猫罐头的时候 抱一只异性过来引诱引诱他 我恨在知道他是公的还是母的 再说了 猫的一岁就相当于人的十五岁 这十几年的老猫 不就是百岁老人 还会发情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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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这不是刚才那是吗 你看他脖子后面 你那儿还有猫罐头吗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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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去拿 去去去去 就剩一个了 就剩一个 给他 打开 来 孙子 老孙 孙子 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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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是猫罐头 老孙 靠近点 你说他为什么不过来 你看他这脾气 是不是跟那个卓元一模一样 那肯定就是他 卓元那么喜欢他 肯定天天好吃好喝地供着呗 他能稀罕你这猫罐头 不好使 等会儿 你干吗 看我 抓呀 是 他会不会跑了 他会不会跑了 喵 喵 喵 快出来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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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啊 好 你们怎么又来了 来 来 来 你看啊 猫呢 我是给你找回来了 看清楚了 来 来 这别的这 这带你怎么来这儿的 还真是 老孙 那行了 老孙你进来吧 我来 我来 快 行啦 没你们什么事了 你们可以走了 别别别 我们俩花了几个小时 今天不帮你找猫 你能接受怎么出来的 还有 你看 你看清楚了啊 我女朋友 这都是被猫挠的 正是对了帮你找的猫 真是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谢谢你们俩 谢谢你们俩 可是这猫是你们自愿给我找的 我并没有要求你们帮助我 是不是 再说了 我也没说 找着猫之后 我会答应你们什么事 是不是 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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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你 你 你瞎了你 你别管我 我跟你说我今天必须得 给她说清楚了 你 你开门 开门 不开门 我进去了 我翻进去了 你扎门了 我明白了 你根本就是在故意耍我们 对不对 你的猫根本不会丢 你养了它十几年 它要是丢的话 你 你能这么拉扯在家做着吗 我看你啊 根本就是 就是不想改设计稿 行 行 谢谢总 下了吧你 我告诉你啊 我觉得这个情况 我必须得跟我妈说一声 你呢 不想合作大不了就不合作嘛 我们深思根本就不缺你这单生意 我觉得你呢 根本不是不想改 你呢就是家郎才进了 改不出来 开 门开了 门开了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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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那个鸡浆法可以吗 你是侯月真的儿子 是又怎么样 别生我的气 我就是这么个俊老头 坐 坐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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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坐 你也坐 你知道 你妈妈为什么不亲自来找我妈 因为我妈很忙 因为你妈知道 就算她亲自来了 她拿我也没辙 我们俩这么多年就是这个关系 不过你们俩人这个执着的劲儿 倒是让我很钦佩 那我就不兜圈子了 你回去跟你妈说 我不缺钱 设计也不是为了钱 我更不在乎 那个深思集团 是不是要继续和我合作 不用拿她来说事 那聊什么 咱走吧 周先生 周先生 我看得出来您有很多的设计灵感 是来自于您夫人 这些都是您对他的爱 其实您让我想到了我父亲 我父亲是个手艺人 他是个木匠 我很小的时候 他就经常给我和我妈妈 做一些物件 这些东西 也都是源自于他对我们的爱 所以我特别理解你 我知道 我们因为生意 要求您修改您的设计方案 是个很为难的事情 也是个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决定 我决定放弃了 不是 晓晓 晓晓 什么 你说 你理解我 其实你们还没有到能理解我的年龄 你们怎么能体会到 一个朝夕与你相处的人 突然离你而去了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对 对 周先生 我为什么会说我特别理解您呢 因为我父亲 在四年前因为一场意外也离世了 我曾经一度都沉浸在我父亲离世的痛苦中 我对生活都绝望了 对很多事情我都打不起精神 提不起兴趣来 可是 人活着生活就还是要继续啊 虽然我们背负着伤痛 可是依然要往前走 这样才会让 在世界另一边的他们 不担心 今天我们打扰您了 实在是抱歉 再见 不是 走吧 你绑子 绑子 绑子被猫抓了 我 再见